超過10萬塊去打雷射除班 除老人班真的那麼貴嗎 就我所知目前的行情價 整個臉的除班應該是不會到那個價錢 這個醫師不錯喔 今天美衣除任務要不要來找他 這是我們要做什麼 我看網路上好像沒什麼人在講老人班的議題 不然我們就找年輕的醫師來講老人班的議題 好像可以喔 OK 美衣除任務 Go 今天的美衣除任務我們來到哪裡呢 是的 我們今天來到了越美學診所 在我們身旁的就是黃正傑醫師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醫師黃正傑 那醫師我想問你 請問一下為什麼會有老人班的出現呢 那顧名思義嘛 老人班的話就是老化 雖然是簡單講說是老化 但是還是會有分體質跟保養的因素 譬如說有兩個人當然都不保養 可是呢 有一個人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可能就開始長老人班 那好好保養 那其實你長的還是可以比較小 所以這兩個因素都有 如果就是長了老人班我們有辦法用一些 譬如說化妝品蓋掉 譬如說遮瑕膏來遮老人班 因為老人班其實呢他有黑色素含量比較高 他看起來顏色比較黑 也會有黑色素含量比較低 比較淺咖啡色的那種 當然顏色深的就比較不好遮 那另外其實老人班呢 他到後期的時候呢 他不是只有色素的問題 他還有角化的問題 當他變角化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是凸的 那我想是凸的 對 甚至你外觀就可以看到他是一顆一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當然就是更不好遮 所以我們自己這樣子摸 我可以自己判斷他是老人班 但是骨的也不一定都是老人班 老人班有平有凸嘛 你摸到就算你摸不出來 他有可能是平的 那另外骨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 質也可以嘛 或者說甚至是一些這個 我們簡稱像肉牙的 各式各樣的問題 都有可能摸起來是凸的 那因為我們在網路上才會看到說 長痘痘可以分辨出身體的狀況 譬如說長在哪邊是肝不好啊 長在哪邊是腸胃不好 那老人班也是這樣子的原理呢 至少在我們皮膚科的這個教科書裡面呢 是沒有證據顯示說長在什麼部位 就跟什麼樣的系統有什麼關聯 目前沒有這樣子 所以網路上知識不一定是正確的 對有可能是某些的經驗之談吧 我覺得那意思像現在市面上很流行打皮秒 或是頸膚這種除斑雷射 那他可以來解決老人班的問題嗎 那有沒有適合的儀器呢 剛才說老人班他本身就是一個表現 有一點多元的問題 所以他可以從平的顏色淺的到 粗的顏色深的什麼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皮秒雷射呢 他的主要針對的目標是黑色素 所以如果說他的顏色比較深的話 雷射打下去他有足夠的黑色素去吸收這個能量 他就比較可以打得掉 比較適合用皮秒雷射 如果他是凸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用一種企劃的雷射 就是拿來做像飛縮 或者是拿來做處置的那種雷射 把他那個凸起來的那個部分 把他千錢的磨掉 因為老人班不管他是有沒有凸起來 他其實吃到皮膚裡面 他其實是很淺的 所以老人班都不用打很深就可以打掉 就是那我想問 因為你剛剛有說他跟廚製的治療可能差不多 那廚製也有用挖的或是用電燒 那可以用這種方法嗎 是需要到用挖的通常都是他吃到比較深的 那因為老人班他都是淺層 所以老人班是不需要用挖的 但是你講到電燒 電燒確實可以 電燒的話他也可以像廚製一樣 就是把淺層的老人班把它去除 那醫師如果是用電燒或是用雷射的話 就是這兩種方式醫生會比較推薦用哪一種 因為電燒或者是像剛才講企劃式的雷射 他都是有傷口的 有恢復期的 所以除非他是用皮秒除不掉的老人班 譬如說他是顏色淺的 或者是他真的是凸起來的 角化明顯的 那我可能會選擇電燒或者企劃雷射 要不然我們就用皮秒就好 那像之前我們有看到新聞報導說 郭台銘 對郭台銘他花了超過10萬塊去打雷射除斑 對那想要問一下 除老人班真的那麼貴嗎 因為這對一般民眾來說 這個價位可能就是有點沒有辦法分合 雖然每間診所他的這個定價可能會略有不同 可能跟你選擇的雷射種類也會有點差別 但是一般來講好了 他以科技價來講的話 他臉上很多很多科的時候 他也不可能真的一科一科去數 所以大部分的診所的做法 他就是你整個臉 他就是包一個價錢幫你除乾淨 或許啦 或許他那一次的療程裡頭 除了除斑之外 他還有同時有做一些其他的保養療程 不然說真的 大部分我 就我所知目前的行情價 整個臉的除斑應該是不會到那個價錢 所以除斑療程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貴 對 因為開了這個價錢 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除了老人班之後 對 所以每一首也有那個階級之分 但是其實因為老人班很常見 很多人甚至在早期比較是曬班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除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是幾乎天天都在做 所以沒有那麼貴 不要做我們不要誤會 對 其實是 你也可以做 除斑沒有那麼貴 對 我想要問一下醫師 就是男生比較容易有老人班嗎 因為我們好像看到就是男生身上比較容易 就融蠻眼 還是其實是女生都 對我覺得不是 偷偷打掉 就醫學上來講的話 男女生其實發生率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說有體質因素有保養因素 那男生肯定保養的功夫做得沒有女生情 所以他們比較容易在臉上就是累積了大大小小一堆的老人班 讓你看到 那女生通常就是在他很小很小的顏色很前的時候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去除了 所以不要等到很嚴重的時候才去做 對 你就要花10萬塊 那術後要特別注意什麼事情 他才不會容易復發 如果是有恢復期的雷射 像我們剛才講的企劃式的雷射的話 那他術後可能就會需要好好的擦藥膏啦貼人工皮啦 去照顧他的傷口 皮秒的話照顧起來相對簡單 但是這兩種雷射如果你沒有好好照顧他都有反黑的風險 尤其是在 譬如說你本來就是膚色比較深的我們講歐爸的那種人 那或者是你的工作型態常常是需要在戶外去曬到太陽的那種人的話 你又沒有好好照顧傷口 如果說你是這個越不好好照顧 或者是膚色月深的那種他可能會需要半年一年的時間才可以全膚色都有 所以就是說我可能今天去打雷射 但是我沒有在做那些什麼防曬啊 我出去就給你照曬太陽 所以我可能要黑個半年 我才會回復到 對你那塊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還是只有咖啡色 淡咖啡色這樣子 那想要問一下醫師 譬如說像我們如果去刮除汗線 都會有代償性出汗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把臉上的盤點打掉 譬如說他會不會長在手上啊 屁股啊 背上啊 不會不會 就是代償性出汗會有 因為你需要保持你人體溫度的恆定 但是斑這個東西呢 他就是幾乎都是長在我們暴露在外面的地方 就是像手跟臉 也是在太陽的地方嗎 因為老人斑很容易除 所以他其實如果真的除掉內科 他應該除掉 可是你是一個不喜歡保養的人 那就是整個臉都有可能會在掌心 聽到一個重點 就是保養很重要 然後萬一你不小心發出一點點 很像把你的東西要即刻把它除掉 沒錯 你越累積就要花越多錢 越多時間才把它除乾淨 那今天聽了那麼多 就是有大概了解說 老人斑的誠意跟他的解決方法 還有一些束後保養知識 那大家都有學會了嗎 那今天要謝謝醫師 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醫師 謝謝醫師 掰掰 我不帶我阿嬤來喝啦 阿嬤好像比較多 阿嬤應該會比較喜歡 因為有帥氣的衣服 真的 可以 但是現在是夏天 所以就是要記得 對 要做好 好不好 那大家也要記得防曬 避免老了之後長很多的老人斑 好 阿嬤 我們來看 阿嬤